您相信有两个月亮这样的说法吗 加州的天文学家就认为 两个月亮的确存在 但是呢44亿年前 小月亮撞上了大月亮 才会变成现在月亮的模样 也因此月亮背对地球的那一面 其实是崎岖不平的 一轮明月高高挂 不过却有国外的学者认为 很久很久以前 应该有两个月亮才对 因为月球面对地球的这一侧比较平坦 但背对地球的那一侧 不但有高山还有深谷 学者推测原本是有两个月亮 一起照亮地面 一大一小像姐妹一样 但小月亮受到重力的吸引 撞上大月亮 才会变成现在的一轮明月 他的说法啊 在科学的研究到现在 本来就认为 月亮是经过撞击产生的 他不是科学的专业人士 看到了月亮的对面跟正面 你的对比之后呢 可以判断 他的背面可能是将出 这个小月亮跟大月亮 撞击的地方 新的说法被放上自然期刊 算是月亮诞生的修正版 不过两个月亮的说法 已经让充满浪漫色彩的月亮 又多了一点想象空间 是иров下室的 我给并非看见 这是我的